哈喽 我是阿姜 鱼油 鱼干油 藻油 鳞虾油 你分得清楚吗 先来讲大家熟悉的鱼油 它取自于整只鱼 因为海洋重金属的关系 所以多半鱼油会取自于小型鱼类 像是凤尾鱼 沙丁鱼 蹄鱼 鱼油对我们有帮助的成分是 EPA跟DHA 像是小孩 孕妈妈 年迈的老人 或者是不太常吃深海鱼类的人 都很适合 而且童话故事里有说 人与公主落下了泪 化成了珍珠 如果想让珍珠再大颗一点的话 可以多补充鱼油 再来是鱼干油 它跟鱼油只差一个字 所以很多人搞错 还有 它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顾名思义 鱼干油是取之于鱼的肝脏 大部分来自于血鱼或者是枕杀 鱼干油对我们的帮助是 维生素A跟维生素D 合理的补充维生素AD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注意是 因为它们是子龙性的维生素 过量容易导致蓄肌不容易排出 所以在摄取上面要多注意一下剂量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10岁以上的男性 每日维生素A的精英摄取量 是500到700维克 女生则是500 还有一天不可以超过这个上限摄取量 而维生素D1日的精英摄取量 是5到10维克 还有不可以超过这个上限摄取量 那如果说你有买鱼干油的话 不妨把它的背面翻过来看一下营养标示 注意一下剂量上面的摄取 再来是棗油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素食版的浴油 多半来自于养殖的绿棗或微棗 再经由发酵技术来取得棗油 因为多半都是人工养殖的技术 所以基本上没有重金属上面的疑虑 而棗油最大的不同点是 它只有DHA没有EPA 所以一般人都会认为它非常适合孕妈妈 因为宝宝需要DHA 不过在这我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宝宝需要DHA 那妈妈就不需要EPA吗 当然如果说你害怕之后领起了问题 你可以在第32周的时候停止服用 或者询问一下副展科医师的意见 再来是林霞油 它取自兰吉的林霞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林霞哦 它赋予了整个南极生态圈生命的意义 不过我在这不讨论环保上的议题 先来看看它的价值 林霞油提供的营养成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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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同的是 有部分林霞油中的EPA跟DHA 会跟胆碱做结合 号称比较好吸收 可是实际在吸收人力上 跟虞油的TG形态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回到它的价值来看 林霞油中的EPA跟虞油相比的话 浓度是不高的 而林霞油中的虾红素跟红枣相比的话 也是不高 所以林霞油是属于成分多元 但剂量不高 这个没有一定的好跟坏 就看哪一个比较适合我们 以下我整理了一个表格 你们可以看一下